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 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从以为抗日到八年抗战 是一夜铁中华民族反侵略 反殖民的血泪历史 欢迎收听 抗战胜利继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 系列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中华民国对日抗战期间 海外各地侨胞自动自发 透过各种方式拥护政府共赴国难 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 乔委会委员长陈世奎陈委员长 为我们回顾说明抗战期间 华侨的爱国情操和贡献 委员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委员长您可以先跟天保说明一下 就是对日抗战期间 华侨透过哪些管道和方式展现爱国情操呢 大家记得 这个我们对日抗战开始 是卢沟桥事变就开始了 我们是八年抗战 但事实上美国参战是在这个珍珠港事变之后 那么他们这个二次大战打了四年 但是我们是八年抗战 换句话说在抗战前四年的时候 我们中华民国是独自的对付这个日本的侵略 那个时间国际上的援助大致上都没有来到 那么我们那个前四年的军费 我们国家打仗的钱 几乎都是海外侨胞的一个捐款 因为当时我们中华民国当时在大陆地区 才刚刚在经过十年在附建的一个过程里面 其实自己本身的经济状况也是 才是刚刚想要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就遇到这个卢沟桥事变 所以那个时间我们确实 国内经济状况是不太好 那么这所有的军费的来源 绝大部分是海外侨胞的捐款 那么他们当时捐飞机捐大炮 还有捐这个军费等等 那这个是捐钱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他们看到日本的侵略 所以他们就是爱国心啊 那就是从各种方式来参加 这个我们的抗战的行列 那有的人是说去学习飞行 那会来回国参战 那有的呢就直接把他的专场 譬如说他是机械人员 那他就组织机械人员的一个团体 回来帮忙这个机械方面的工作等等 在各方面只要说他们有这个 有这个专场呢 都从他的专场里面想办法协助 这个组络的一个抗战 所以我们看到在抗战期间 华侨拖各种方式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也回国来参军或贡献自己的一些专场 那委员长您可以当然帮我们举一些例子 来说明华侨在海外地区 他们有进行哪些的抗日行动 或者是举办一些抗日的活动呢 我想最有名的一些抗日行动 大部分是在东南亚地区 那么东南亚地区 因为当时日军也有侵略到东南亚 那东南亚地区呢 那包括当时的菲律宾 还有包括马来西亚等各个地区 很多的侨胞在当地组织游击队 那以这个菲律宾为例的话 菲律宾有所谓的血干团 义勇军 那么他们呢 当时在这个菲律宾呢 事实上是有参战的 他直接跟来打击日本兵 那另外呢 在其他地区呢 那像这个韩国 韩国华侨呢 他们在当时也在 私底下在暗地里面 做这个游击的反攻的一个工作呢 他当时在 虽然日本对韩国的控制非常严密 但是韩国呢 也在做底下缓这个日本的宣传 那澳门也是 像这些都可以举出来很多的例子 他们在当时的这个 僑居地啊 或是当时的这个海外地区呢 他们都加入了这个 抗日的一个行动 那在美洲或其他地区 有举办一些抗日活动 跟国际宣传 希望能够共同来抗日的部分呢 有很多 那像有一些呢 他就像我刚刚所提到 他们加入这个抗日的活动 像譬如说我们一个很有名的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美国的空战英雄啊 就是叫战英啊 就是那个美籍华裔的一个 一个华人啊 就陈瑞典 他是在西雅土地区的华人 他回国来 从1937年到1939年之间呢 参加了15次以上的对日战役 总共击毁了6架日本军机 后来他因为 被击中起火重伤 那完了以后去护建 护建完了以后 回过头来 那是不能开战斗机的 然后他就开运输机 那就专门在经过那个 陀翁航线 从印度经过喜马拉雅山 那把这个物资呢 运到我们的大后方 那所以他很有名的 这个美籍华裔的军人 叫做陈瑞典 那么除了他之外 美国乔舍有很多人 也是当时就志愿回国 那么像他一样的状况 在当时就是 壮烈牺牲的也有很多人 那么当时美国 美国的乔舍 为了回国参战 他们在这个 德州那边设立一个飞行学校 那我记得好像在 南美洲的秘鲁 也设立一个 华人的飞行学校 就是要训练 他们回国参战 所以这些事迹呢 我想我们现在的人 大概都不记得 但是乔舍这样子 对中华民国的一个 始终如一的一个支持 是非常令人动容的 是委员长刚帮我们说明了 华侨在抗日前的 爱国情召和贡献 委员长 那我们如何让我们年轻世代 还有民众来更加了解 华侨在抗战期间的 作为跟贡献呢 我想一个民族 不忘记过去 最重要就是他的教育 那么当然教育 从各方面 那从乔舍会立场来讲 我们让这个过去的史料 让他把忠实呈现 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历史 它这个错误 我们可以原谅 但是历史不能忘记 所以我们必须把 过去的那些史料 做一个特展 或是做演说 或是做一些座谈 让大家还原一下 过去的一个事实 让大家记得过去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在今年开始 我们一连串的 办了很多的一个活动 那么我们今年的宏观座报 也每个礼拜看出一个战役 那一个报道 整版的一个新闻 那就是在过去的 把那个八年抗战的事实 一一的让桥界 再继续的清楚 那至于国内部分呢 那国内也有国内的 有关单位自己的宣导 那我们对于乔舍这边 我们主要还是在呈现说 这个八年的抗战 是怎样的度过去的 那么我们的海外的侨胞 是怎么样来帮忙 国内来打这八年抗战 我觉得这个两方面呢 都是我们需要我们自己永远 在把它做记载 而且永远不能忘记 还原历史 让更多民众了解 在八年抗战期间 中华民国不分海内外 大家共同来对日抵抗 这种情操 那委员长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周年 您刚刚有说明说 乔辉有举办的一些活动 那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今年有举办哪些纪念活动呢 我们有办了很多场史料特展 那么这个史料特展 我们是得到这个国防部 跟国事馆的一个帮忙 我们护制一部分的史料 送到美国地区 让他们做展览 那么在今年四月下旬 我自己在旧金山那边 湾区那边 曾经主持过一个 史料特展的一个节目典礼 那么让大家看一看 当时的照片会说话 然后这个事实呢 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我们也有很多侨胞 他的长辈曾经打过这个仗义 他们的这个 把他长辈的东西 都拿来做展览 我觉得这个部分呢 是非常成功的 而且这个展览呢 现在继续 其他地区也都在展览 我所了解像Houston 像洛杉矶都已经做过展览 在纽约也有做了很多的展览 那另外我们在今年也特别的 要做一些纪念影片的这个制播了 那么我们在宏观电视 规划播出了这个抗战胜利 70周年的特别节目 是播了飞虎传奇 那就是当时的飞虎队的一些故事 那另外呢 我们也拍了14部的短片 那么每一部长度约12分钟 那是在8月到10月之间呢 我们要密集的排播 而且提供海外华文这个媒体呢 频道的播出 那么这14部的抗战影片呢 我们也把它浓缩成短片呢 那也是在那个相关的一些节目上呢 它有一些短时间的一个破口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做一个排播 另外我们也提供这个宏观的网路电视呢 供观众的点选收视 那另外我们今年有一些这个大型的集会 像我们10月9号的四海同心大会 我们也是以抗战胜利为主题 那么我刚刚提的 我们从原夜开始在宏观周报 跟宏观侨物新闻网 每周我们都登在了一个 今年抗战胜利70周年 跟台湾光复这个专题系列报导 那我们是每一个礼拜 都报导一个大型的战役 那我们这个预计报导一整年 我们可以把整个那个抗战的 这个大的一些战役 全部都报导完毕 所以民众可以透过这些方式 还有参与这些活动了解抗战期间 不光是中华民国本身 在对日抗战所做的努力 还有华侨在海外地区 他们拥护政府 还有共赴国难的种种情形 都可以透过这些活动 或者是管道来了解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 乔委会委员长陈世葵 陈委员长 为我们回顾说明抗战期间 华侨的爱国情操和贡献 非常谢谢委员长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